欢迎您收看旅游简报 我们是如何从每年两周的假期变成每年六次旅行的 英国每日电讯 过去30年来 英国人对旅行的热情大大增长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 1996年的度假次数从2680万增加到2019年的5870万 现在英国人更有可能在一年内进行多次度假 2019年人均度假次数为3.9次 而2016年为3.4次 有5岁以上孩子的家庭在2019年平均度假次数为5.6次 传统的两周假期的减少 被归因于廉价航空公司如一节航空的兴起 使得飞行更加经济实惠和便捷 相反 长周末和三天短途度假的受欢迎程度增加了 这一趋势也被认为是社会变化的结果 比如越来越多的冒险退休者有时间和金钱去旅行 尽管度假模式发生了变化 西班牙仍然是英国人最受欢迎的度假目的地 皮德科克 我将挑战范尔特并且会乐在其中 英国每日电讯 汤姆皮德科克表示 经历了艰苦的夏季后 他将努力在今年的英国环赛中享受比赛 皮德科克参加了环法自行车赛的总成绩赛 并在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山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金牌和铜牌 皮德科克将是英国环赛的热门人选之一 但他并不给自己太大压力 他表示 比赛路线对他来说并不理想 因为他更适合比赛热门人选瓦特、范尔特的特点 皮德科克越来越确定 自己想要在世界上最大的巡回赛中争取总成绩 哈里和梅根在比昂斯的音乐会上庆祝多利亚的生日 英国每日电讯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出席了比昂斯的文艺复兴世界巡回演唱会 以庆祝梅根母亲的生日 这对夫妇与多利亚、拉格兰德和其他两人一起 穿着银色服装、观看了演唱会 这是毕昂斯的要求 毕昂斯一直是这位公爵夫人的坚定支持者 赞扬她的勇气和领导力 并对她的勇敢和脆弱表示钦佩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过去曾参加过毕昂斯的演唱会 并收到了这位歌手的支持信息 夏季湿润的影响下 对冬季旅游的担忧增加 BBC 北威尔市的企业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冬季 因为夏季降雨较多且消费减少 安格尔西旅游协会的尼亚、里斯、琼斯表示 商店、酒吧和餐馆都感受到了影响 他说这个夏天非常潮湿 影响了北威尔市的日游客 许多企业 包括酒吧和餐馆 可能会因为过去三个月的利润 不足而面临关闭或缩短营业时间 然而 尽管天气不好 威尔市的一个冰淇淋连锁店报告称 夏季销售额良好 并希望九月份的天气更暖和 进一步提升销售额 为什么你不应该等到冬天才去看极光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 一年中观赏极光最好的时间是秋季 秋季的气温比北极圈的冬季要温和 白天时间更长 价格更低 人群更少 文章推荐 芬兰、苏格兰、挪威、加拿大、瑞典、格陵兰、冰岛 以及挪威海岸的游轮等目的地 在瑞典的阿比斯科是观赏极光的最佳地点 那里拥有罕见的微气候 保证了晴朗的天空 英国机场的大规模停运事件有可能成为常态 英国每日电讯 最近在英国发生的空中交通管制故障导致航班延误和取消 凸显了航空业中干扰事件的频繁发生 这些干扰事件可以是IT故障或罢工等 对整个机场网络产生连锁反应 乘客对于这种事件的不可靠性和缺乏赔偿选择越来越感到沮丧 如果行业不改善 乘客可能会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或选择不旅行 美国创作歌手吉米·巴菲特去世享年76岁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以热门歌曲《玛格丽塔维尔》而闻名的美国创作歌手吉米·巴菲特去世享年76岁 这一消息在他的网站上得到了证实 该网站称巴菲特于9月1日晚上在家人、朋友、音乐和狗的包围下平静的去世 巴菲特拥有超过50年的成功职业生涯 发行了27张录音室专辑并经营着一个商业帝国 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幸存下来 2023年英国环赛第一阶段 路线图和道路封闭情况 英国独立报 2023年的英国环赛将从奥尔特林厄姆和曼彻斯特开始 最后在卡菲利城堡结束 参赛选手包括瓦特、范·阿特和汤姆、皮德·科克 比赛的每个阶段都将有道路封闭 滚动封路意味着比赛路线上的道路将在比赛通过时短暂封闭 第一阶段将在奥尔特林厄姆和曼彻斯特封路 奥尔特林厄姆市中心的几条道路将关闭 曼彻斯特的一些道路将在周日的5点到9点之间关闭 猴子岛庄园评测一个典型的英式度假圣地 英国独立报 位于伦敦附近的猴子岛庄园 已经被YTL酒店恢复到了昔日的辉煌 这个占地7亩的岛屿曾经是马尔伯勒公爵的财产 18世纪和19世纪是上流社会的热门度假圣地 这个庄园在20世纪陷入了破败 但在2018年被YTL酒店修复 现在的庄园有两个亭子 一个有27间卧室和三个套房 另一个有一家餐厅 酒吧和舞厅 酒店还有一个漂浮的水疗博船 有三个礼疗室 猴子岛庄园是情侣和朋友 团体的热门目的地 也可用于举办婚礼 酒店可以组织葡萄酒品尝和河流游船等活动 猴子岛庄园位于伯克郡 距离伦敦仅50分钟车程 哈里和梅根在洛杉矶看到了 出现在音乐会上是在哈里王子的 Netflix纪录片发布几天后 在纪录片中 他谈到了母亲去世后的困扰 为什么北非成为了意想不到的冬季阳光度假圣地 并重新崛起 英国每日电讯 随着欧洲进入秋季 许多人都会选择北非作为阳光度假圣地 该地区具有许多优势 包括温暖的气温和从欧洲飞行时间短 摩洛哥、托尼斯和埃及 是北非最受欢迎的海滩度假圣地 摩洛哥拥有许多异国情调的城市 包括马拉喀什和菲斯 以及质量上乘的海滩区域 如阿加迪尔 托尼斯沿着汉马莫特湾拥有美丽的海滩 还有一个迷人的首都托尼斯 埃及以其壮观的建筑和度假圣地而闻名 其中包括沙姆沙伊赫和马尔萨阿拉姆 该国还提供在红海中潜水和延尼罗河 探索古代历史的机会 然而 北非不仅仅是海滩 该地区还拥有许多历史和文化景点 包括古罗马庙宇 传统市集和撒哈拉沙漠 对于那些寻求冒险的人来说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常常被游客忽视的选择 该国拥有各种各样的景点 包括繁华的首都阿尔及尔 捷米拉的罗马遗址和广阔的撒哈拉沙漠 虽然阿尔及利亚比其他北非国家不太容易到达 但只要做好必要的准备 仍然有可能去参观 像Wild Frontiers这样的冒险旅行公司 提供阿尔及利亚的导游旅行 让游客可以安全地探索这个国家 印度成功登月后发射太阳观测任务 彭博射 印度已经发射了首个研究太阳运作的任务 这个名为RDTL1的太阳观测任务 从印度的主要航天港斯里哈里科塔发射 该航天器将从地球出发 前往目的地150万公里外的太阳周围的拉格朗日典轨道上 RDTL1将实时观测太阳 及其对环境条件的影响 印度的空间机构ISRO计划到2025年首次将宇航员送入轨道 并与日本就一项登月任务展开合作 League-高尔夫计划参加澳大利亚赛事 悉尼先驱晨报 沙特支持的League-高尔夫巡回赛 正在商讨将其澳大利亚赛事提前至2024赛季的日期 这项比赛在阿德莱的举行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高尔夫赛事 参赛选手包括卡梅伦、史密斯、布鲁克斯、科普卡、菲尔、米克尔森和达斯汀、约翰逊等知名选手 还有传言称 League-高尔夫可能会在明年的赛程中增加第二个澳大利亚赛事 将澳大利亚之行提前到2月可能会对澳大利亚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的重要赛事 维多利亚公开赛产生调整 League-高尔夫的高管们认为 将澳大利亚之行提前到年初可以避免在大满观赛季中进行长途飞行 并在更干燥的夏季气候中提供更大的挑战 盈利惊喜和紧张的聊天机器人 亚洲简报星期六 彭博社 中国的基准股指自7月以来首次上涨 表明北京继续支持市场的乐观情绪 中国科技和消费行业的企业收益超出预期 增加了扭转局面的希望 然而 有人担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缺席G20峰会 引发对中国不透明全球政策的担忧 在其他新闻中 百度的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Ernie 试图将对话转移到政治敏感话题之外 印度计划发射其首个太阳观测任务 特斯拉推出了改进版Model 3并降低了价格 而中国的电动汽车竞争对手则在德国的汽车展上亮相 软银已经为芯片制造商Arm的IPO安排了科技巨头 作为战略投资者 新加坡有了新总统 能源行业正在出现人才流失 因为大型科技公司争夺人才 NFT失去了吸引力 但区块链技术在奢侈品行业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最后 韦田荣一郎的海贼王已经作为一部真人版系列 在Netflix上发布 澳门赌场重新开放 台风远离赌博中心 彭博社 台风缩拉过后 澳门于周六重新开放了赌场 风暴警报从最高级别降至八级 当局下令重新开放赌博设施 与以往台风期间的关闭相比 这次关闭时间相对较短 但正值澳门面临挑战的时刻 包括季节性放缓和中国打击贵宾赌徒后 高额赌注者的减少 与中国大陆的边境检查站关闭 也对旅游业产生了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而,我或计划 整个玄门 铃回血 匹智 切 Bieber 稳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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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